最新娱乐资讯,自从王俊凯进入大学之后,TF Boys便分别签了不同的工作室,虽然三人说TF Boys不会解散,但是三人往后会很少在一起,粉丝们不免伤心。 此前有消息称TF Boys三人今年不会合体,王仁要去浙江卫视,王俊凯要去江苏卫视,而易阳千玺要去湖南卫视,这个消息一出让很多人失望,目前来看,四月讨论可以放下了。 2018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TF Boys确定合体,TF Boys与湖南卫视有着不一般的交情,他们的第一次节目就奉献给了快乐大本营,这些年,TF Boys每年都会参加跨年演唱会。 无一例外,由王俊凯,王源,易阳千玺组成的TF Boys虽然是零零后小鲜肉,吸粉能力却不输天王级大咖,一出道变成了阿姨粉和姐姐粉们的心头爱。 更有网友称,这三小只萌帅萌帅的小镇,太颇有当年小虎队的味道,朝气盎然,非常讨喜。 去年,TF Boys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中首发演唱《萤火》,美好的少年配上《萤火》的星空,画面为美。 不知道今年TF Boys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? 不论我们如何猜测,TF Boys一定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,来为大家表演。 现在,我们只需要敬请期待吧。